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大家好我是小鲤鱼 我想从情人夫妻到发现她像我的孩子 就是这样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几乎不再说话 我知道自己再也待不下去了 这是罗大佑前妻李烈谈到和罗大佑那一年的婚姻时所做出的回答 两人二十岁相识三十岁机缘巧合之下重逢 自此便开始长达十二年的恋爱 十二年后的两人却因为一张绿卡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家选择了结婚 可遗憾的是最后这场婚姻只维持了一年两人就结束了 离婚后的两人罗大佑再婚有了自己的老婆孩子 李烈至此截然一生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 李烈很早就与罗大佑相识了 那时候罗大佑还不是流行音乐教父 李烈也还只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演员 两个年轻人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匆匆相遇 而后又匆匆告别 最后在顶峰时相见 可没想到的是这一告别就告别了十年 1988年 李烈时隔十年再次见到了罗大佑 再见面的时候 罗大佑已经是台湾有名的歌手 而李烈也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 时间并没有冲带两人的感情 两人一见如故 而这次的重逢也使得他们的关系从朋友变成了情侣 此时的李烈已经三十岁了 而在三十岁之前的他经历过一次婚姻 男主角是毛学维 不过当时两人的婚姻并没有得到李烈家人的同意 因此这段婚姻不到两年便草草结束了 也许是因为初婚的夭折 让李烈对于婚姻和爱情都失去了向往和期待 可没想到遇见罗大佑后 又让他再一次燃起爱情的火苗 他的内心告诉他不要错过罗大佑 于是李烈抓住了这段感情 但是从一开始他就打定了主意 两人只谈恋爱不结婚 不过即使两人成为了男女朋友 李烈还是坚持有自己的生活 拍了几年的戏李烈手上有了些积蓄 便和朋友投资一千多万元 在大连开了家成衣工厂 还在国内几个城市开了几家服装店 事业越做越大 工作也越来越忙 为了业务李烈不得不坐飞机四处奔波 过着一口皮箱一个家的漂泊生活 倘若付出有回报 辛苦一点也就算了 只可惜人生很多时候 不是靠努力就可以的 还需要一点运气 而李烈恰恰就是缺少了那点运气 努力了好几年还是失败了 在外闯不出名堂 李烈选择了回台湾 只是那时候的他两手空空身无分纹 不过幸好他还有男友罗大佑 漂泊不定的日子 在他看来并不好受 亦或许是因为他想安定下来了 于是决定留在男友罗大佑的身边 过过平静的生活 后来罗大佑决定去美国定居 李烈便也随着去到了美国生活 那时两人的恋情已经是属于公开的状态 再加上两人在美国是同居 便有很多人以为他们已经结婚了 但其实两人那时并没有结婚 因为李烈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罗大佑也是向往自由 不希望有婚恕复自己的人 因此两个人很有默契地谈着恋爱 闭口不提结婚的事情 但后来却出人意料地 两人选择走进民政局的大门登记结婚 此事一惊爆料 在当时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过关于结婚的理由 双方的口供却截然不同 罗大佑称 结婚是为了一张绿卡 因为当时的罗大佑是有美国绿卡的 但是李烈却没有 如果两人想要在美国生活 再加上李烈也因为没有绿卡 经常被外国人为难 为了生活方便 两人这才选择了结婚 这样一来 李烈便能解决当下的难题 但李烈却说 结婚是为了给罗大佑一个家 那时候罗大佑父亲去世 罗大佑自小和其他亲人关系处得不好 所以可以说 父亲去世之后 罗大佑没有亲人了 因此他格外渴望一个家 李烈本来不愿意结婚的 但为了罗大佑只能是迁就他选择了结婚 至于真实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无从得知 但无论是为了一张绿卡 还是为了一个家 这段婚姻的初衷都不是爱 而是迁就 一段由于迁就而开始的婚姻 在他开始的那一刻 便注定难以圆满长久 结婚以后的两人的问题和矛盾 似乎是为无限的放大 放大到难以遮掩 例如性格上 罗大佑生性任性 喜欢我行我素 有段时间迷上了一首歌 喜欢到一回家就单曲循环大声放 弄得李烈无法入睡 他也尝试过和罗大佑沟通 能不能把音乐观小一些 但是罗大佑依旧我行我素 弄得李烈只能努力逼迫自己适应 最后训练的李烈 无论周围环境多吵 他都能够睡着 李烈一次又一次的选择 迁就了罗大佑 但迁就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在逃避问题 而不是解决问题 一直的忍让和逃避 也终会有避无可避的时候 当所有的矛盾激发的时候 随机而来的便是无止境的争吵和折磨 两人一度吵到甚至签了离婚协议书 但大抵还是舍不得 之后还是选择了复合 但再多的舍不得也会被日复一日的争吵消磨殆尽 最终两人还是走到了关系破裂的这一步 1980年李烈和罗大佑和平离婚结束了12年的感情 不到两年的婚姻 如同结婚时一样 两人的离婚也引起了一时的轰动 许多人好奇两人是不是婚姻 使得两人的生活出现了落差感 但李烈表示 我不认为分手是婚姻造成的 不结婚还是会分手 至于离婚 这个结果是两个人很自然的共识 和平分手离婚是留给彼此最大的体面和温柔 不是不爱是爱不下去了 那么多年的感情和陪伴将让彼此用一生去怀念 罗大佑离婚之后 想起来的不是李烈的不理解不温柔 也不是李烈的生死历劫 而是两人生活的一些小细节 李烈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人 很多时候自己都不太注重自己的生活 但是却能够记得每次睡觉前 给罗大佑的床头放一杯水 让罗大佑半夜口渴醒来之后能够喝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 但是却是一份心意 而李烈离婚后依旧保持着没离婚前的习惯 每次睡觉前都要把音乐放得很大声 在正耳欲聋的音乐下才能安稳地睡着 当初李烈形容罗大佑是一只吐着白沫的螃蟹横行霸道 但分开后才发现 早已将别人的习惯变成自己的习惯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一杯水的细节再难忘也终将被遗忘 唯独这习惯难忘难改 将在往后的岁月里 无时无刻地提醒着你曾经的日子 就好比是有一些事情 只有等你失去了 你才会懂得珍惜 而有些东西也要等到你失去以后 才会显得如此珍贵 两段婚姻的失败 让李烈已经不想再考虑所谓的情爱 让他明白自己爱自己 比任何人爱自己更重要 找回自己 过回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只要醒悟及时 那什么时候都不算太晚 于是离婚后的李烈 当时将人生的重心 从家庭上转移到事业当中来 他和朋友开一家制作公司 取名宽评 一切重新起步 就这样从演员转型当了制作人 只是转型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非常难 白天忙着写剧本 晚上忙剪辑 因为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 有很多不懂 时不时还谦卑地请教一些 知名制片人和导演 就这样经过长时间的努力 才有了他自己的第一部作品 MR.com之死 这个作品一举入为九项金钟奖 使得他开始在圈里有了些名气 紧接着摘星 花车假期之恋 猛侠等作品相继问世 一举助他名利双收 有资本和底气的李烈 也终于过上了自己向往的生活 不过事业有成的他还是摘不掉 他是罗大佑前妻这件事 后来的他受邀请参加康熙来了 恰逢当时前夫罗大佑在婚后 有了第一个小孩 于是主持人便问他是什么感受 李烈似乎还是蛮尴尬的 只是哈哈大笑说 没有感觉 反正不是我的 大敌往事随风如烟 一切都过去了 只是提到那个名字 心里多多少少 还是会咯噔一下 毕竟是那么多年的感情 不是12个日夜 而是12个春夏秋冬的更迭 如何能够一笑了之 但离婚分开 真的是一件坏事吗 这里不禁想起了一部经典爱情电影 泰坦尼克号 杰克和露斯跨越阶级的浪漫爱情 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但这段唯美的爱情美就美在 他在最美好的时候 在杰克和露斯最爱彼此的时候分开了 倘若泰坦尼克号没有沉船 下了船的杰克 本来向往自由流浪的生活 却不得不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养家糊口 给露斯一个家 露斯本来过着富裕奢侈品生活 却不得不做起了家庭主妇 操持柴米油盐 最终两人会被生活压垮 爱意全无 甚至会责怪彼此 毁了自己的人生 所以很多时候 分开对于彼此来说 未必会是一件坏事 就像李烈说的那般 感情变质了 唯有不让他恶化 在物是人非之前 尽量保留住他最美好的模样 如此这般 你在我的记忆里 还是那个喜欢唱歌 有才华的罗大佑 我也还是你喜欢的模样 分开是双方能为对方做的最后一件事 也是对这段感情的及时止损 就如同村上春树所说 我动了离开你的念头 不是因为你不好 也不是不爱了 至于李烈和罗大佑这句话 同样适用 两人只是在生活观念上大相径庭 但并不是因为没有爱情 而离开也是为了对方更好的未来 当断则断 才是最有智慧的做法 其实仔细算人生 不过八千里图 朝朝暮暮 所以当感情无法继续的时候 适当地做减法 及时止损 及时道别 也没有错 毕竟很多时候有失才有得 余生里学会止损 才是最好的活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